第七章 愣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看着一旁气定神仙的吴敏君大喊 吴敏君,你,你居然 我并非没有看过死人,也不是没有杀过人 只是吴敏君这么莫名其妙地杀了自己的亲属,还是头有回见 吴敏君对我做了个手势,让我安静 父皇不在了,我是皇帝,但和东元国结盟之事慎重 绝非我这个新皇帝可以说了算 刚刚那个太师,是三朝元老 这事情,起码要他点头,他又是个老狐狸 很难轻易答应 如果我叔父 欢迎回来 说吧,我故作神秘的 何况眼下,我们先单影,以后再翻脸,也不迟 太师摸了摸胡子,眯眼道 那,结盟的标志是 我看了看怀中中晕的吴敏君 觉得他很弱智 他胸口的伤一点不重 就是手上伤口身形而已 这样也会晕 太假了 好在太师并没有看见他还在微微 扎动的眼睫毛 我把他的头,也就是自己的头 往胸膛里按按道 长衣公主将嫁给我 这 太师又摸了摸胡子 他似乎一思考 就会做这个动作 思考片刻之后,他点头道 那 好吧 见太师答应,我喜不自禁 郑重点了点头 忽然手被人掐了一下 才警觉自己把吴敏君 也就是我的头按得太用力了 他好像不能呼吸了 所以赶紧松了松手 让他喘口气 又对太师道 父皇,大梦,举国同碑 我领应扶桑三月 然而眼下事物堆积太多 我便先扶桑七日 就和长衣公主一起去东元国 一来是为西安国士兵打气 二来是和东元国王室会面 太师道 啊,也好 这段话其实是我自己想的 事先并没有和吴敏君商量 因此说出来很是忐忑 太师却轻易担应 让我很高兴 只是怀中人却似乎并不高兴 只是狠狠地掐了掐我的腰 然后继续装晕 但后来他一过来 其他的王室也全来了 我发现一个惊人的事情 就是吴敏君他居然没有任何兄弟 只有近十个姐妹 放眼望去一个个个有个的美 却又有相似之处 仿若一棵树上的花朵 有的已经怒放 有的还在含苞 然而无论其形态如何 也都让人惊艳的 不过不管怎么比较 吴敏君亦都是这多数上 最美的那一片绿叶 别人是绿叶称红花 它是红花称绿叶 能不美吗 本章完 感谢您的收听